在维方飞期间,中国的00后小将陶强龙,由于游异的表现,目前已经被英超好门满联的球态相中,这看似是一件好事。 然而国族民宿的一条微博,却让球迷们感到喜悠参半。 在这件维方飞中,2001年出生的陶强龙年仅17岁,由于他稳定的状态和成熟的表现,让他屡次入选国字号队伍,并逐渐进入球迷的视野中。 而在本次山东维方飞上的出色发挥,媒体们也曝出了曼联对这位中国小将的邀请,陶强龙也有望为曼联青年梯队效力。 就目前而言,陶强龙算是国内足坛最具潜力的好苗子,他在14岁时就代表U16国足参赛,15岁代表U17获得全国金薛,而17岁就已经代表U19球队参赛。 而对于大多数国内年轻球员而言,他们也十分向往的欧洲豪能球队效力,甚至包括国内的足球民宿,也十分关注这位小将的动态。 国足民宿捧美国还发微博着,陶强龙如果真的有望出国深造,还肯请中超的各家俱乐部能高抬贵手放过他。 其实看着如今的陶强龙,很多球迷也想到了此前中国的天才球员董芳者。 在2014年时,19岁的董帮卓得到了曼联的青睐,而当时350万英镑的转会费,也创造了中国球员的身价。 而如今中超实行U23新政的情况之下,想必各家俱乐部不太可能,哭示这位中国小将的未来。 而国足民宿捧美国的一番话语,也阴切地表达了对这名球员给予的厚望。 播放GIF,那么你认为中国球员选择刘洋对中国足球大环境有怎样的影响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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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